小鐘 是 他這一次全新大改款的Zinger 他動力改變之後 你實際開起來的感受怎麼樣 先說舊款的是2.4的自然進氣 對 那現在換上全新的這個無論行之後 他扭力有26.4的公共 最大的差異是它在這個1500轉月全部的釋放 大家去回想一下 你平常在開車的時候 基本上綠燈起步就是1000多轉 對 那它如果可以延續到這個4000多轉 等於說在你絕大多數開車的情況之下 都有這個充沛的26.4公斤米的扭力 讓你去驅測 所以很大的重點是開起來 第一個你轉速會一直比較低的一個區別 很自然的你這運轉聲音也會比較細膩 你不像以前還要油門一台又呼呼叫 現在都不會啊 都很安靜 那當然我覺得安靜除了說轉速高低之外 畢竟它是個全新世代渦輪的引擎 所以運轉起來的品質也是 我覺得跟之前比真的變得細膩精緻很多 還有稅金的油11.5跟2.4就差很多了 對 然後油耗也差很多 所以你以這個能源局公布的這個平均值來說 之前自然進氣2.4我記得大概平均10點多 現在跳到13.4 13.2 大躍進耶 我說它真的放上好多的好物啊好料在上面 因為它的變速箱也很厲害耶 對 第一個大家應該都清楚 它就是這個德國大廠ZF製作的巴速的手持牌 好 第一個就規格上面品牌來說是完全沒問題對不對 巴速夠多嗎 夠綿密了吧 ZF做的也沒問題對不對 OK 試車的時候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試駕新的Linger的話 大家去注意喔 除了規格硬體看也沒問題之外 它開起來協調是怎麼樣 另外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當我要這個 譬如我剛剛從市民大道一路開下來 然後要下閘道下坡嘛對不對 長距離下坡 我輕輕含著煞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的換檔邏輯 開始幫你慢慢的退檔 那這個退檔第一個過程 會不會很疼 這是重點喔 有一些幫你退檔沒錯 你會 一直點的喔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不通喔 可是它不會 非常的細膩 當然免不了 畢竟它的這個轉速有高有低 你會聽到一些這個轉速音頻大小的變化 但是在體感上面是非常的細膩 基本上你感受不到任何的頓挫 這太好了 所以第一個邏輯性是好的 我剛剛提到硬體部分是沒問題 而且是大廠的 對 然後你跟引擎配起來 它平常開的時候轉速可以放很低 讓它的扭力的優勢可以明顯的發揮出來 之外 你有需要去煞車的時候 長距離下坡 為什麼要去退檔 因為就讓你的引擎帶動一點引擎煞車的效果 去減輕這個你煞車的部分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非常好 就是它邏輯性也是非常的出色的 包含它的懸吊的這個前後懸吊的結構 前面是雙A杯 後面是多連桿 你聽起來覺得 就搭醉一支音樂 雙A杯其實雙A杯很厲害耶 它可以盡量讓輪胎是垂直的作動 對 胎面的狀況 基本上是維持最大的面積跟地面的 所以它基本上 理論上也是對於這個操控是有幫助的 那它對於舒適性有沒有幫助 一定有的 應該說只要是獨立式的懸吊 因為我們剛剛會強調 後面是這個獨立式的多連桿 對 多連桿 很多的這種比較 中小型的乘車 後面是這個拖一臂扭力量 當然我覺得各有它的優缺點 你說拖一臂扭力量 它第一個好處就是 成本比較便宜 它省空間 但是畢竟它是屬於非獨立式的 它後面兩輪 比較容易去牽扯去做拉扯 所以它對於路面貼地性 跟獨立式比起來一定是會比較不好的 沒錯 那ZINGER大家覺得在我們台灣上市的時期 好像印象中就是個商用車 商用氣息比較濃厚 沒有沒有 它這次完全脫菜換股 對 底盤部分都是全部是獨立式的 然後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渦輪引擎 然後巴速的手自排 都是很大很大一個亮點 基本上市場上應該 你找不到啦 百萬內 對 百萬內 減雙A倍 還有ZINGER的變速箱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像如果說我們 如果說大部分時間在市區停停走走的狀況底下 好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模式 就是ECO模式 對 這個東西就是它是節能模式 它可以偵測 應該說它控制的會 比如說你油門的反應 並不相當換檔邏輯 去讓你開起來是 老實說會比較溫和一點 它可以在所謂節能性 跟你日常代步的順暢度上面 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所以你平常在開的時候 你不需要花費太多的這個 有時候我們 我自己在開車 前面的路況怎麼樣 會很細膩的控制自己的 油門的開啟角度 每個人不是像你那樣是老司機啊 德哥是黃金右腳 不是每個人都黃金右腳啊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靠著ECO模式可以幫助你 你就一樣很自然的 靠著順著車流走 不需要花費太多的心力去思考 我這時候到底要煞車還是踩油門 不需要 靠著ECO模式 就會獲得更好的節能性 對 增加節能性還蠻重要 因為尤其都會間停停走走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比較好友的 是 沒錯 然後還有他這一次的空間 我真的是滿滿意 剛才我們攝影師 要幫小鐘調整前面的那個GoPro 他完全不用下車 他直接往這邊走啊 他直接 他很大一隻 然後他很高壯你知道嗎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攝影大後我要下課 不用啦 他直接手神跨過來 重點是他後面因為全國嶺 那如果你要去車速要露營啊 甚至要野營啊 其實這台車也很適合 他可以完全全倒變成一個車床 對 你就可以在車內啊 空間不斷的變化 連後行李箱的空間也極為大 真的是一車好多用 對 那更重要的是這安全 很多人覺得 比如說商旅車啊 好像安全上面是有一點點 就是可能配的沒有這麼滿 不是有一點點 通常不會配那麼滿 對 對 但是他有配上Level 2 對 那我要幫大家來體驗一下安全的部分 對 我們換手 好 哇 小鐘 是 換我開之後啊 剛才我這樣稍微轉了一下 就是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回軟半徑好像滿小的耶 對 這真的是 他車其實就是標準中型的級距 車身有車場超過4米6 但是他回軟半徑是5.3公尺而言 你可能常常一定會看到小巷子裡面 但如果你回軟半徑比較小的時候 真的你就會比較靈活 包含你可能要回轉掉頭的時候 都是在 而停車也是啊 你回軟半徑比較小 你輪在前輪轉的幅度比較大 代表你可能 別的車可能要轉兩次 回兩次 你要回一次就OK了 你一次輕鬆對不對 對 沒錯 甚至於剛才我們有講到說 空間上面啊 其實這一次啊 他很棒喔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5人坐的這個車型 對不對 他第二排是不是也可以坐滑椅啊 他的後座除了可以相近前後滑椅20公分之外 他一倍也可以做角度調整 最特別的是喔 大家說啊角度調整是幾段 不好意思喔 無段調整 意思就是他幾乎也是可以躺平就對了 對 沒錯 然後就他你可以完全的試自己的這個喜好度 你要是可以坐挺一點 可以坐斜一點 都可以 然後就看你喜歡怎樣去做調整 我覺得這東西還滿 就完全是符合所謂 中型乘用型SUV的一個家用的特質 五人座七人座其實空間的變化啊 都各有所長嘛對不對 那還有在安全的部分啊 我覺得這一次有讓我有點嚇到 Zinger 你很難想像他竟然有配現在先進的 AIDAS的輔助系統 而且他達到LV2 完整的 完整的LV2 所謂完整LV2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有這個自動更測 就ACC嘛對不對 那車道居中LKA他也有車道居中喔 對都有 然後甚至於你看他連盲點偵測都有 是然後還有什麼智慧型的遠光燈啊 AHB啊 那包含那個FCM 就都會煞停輔助 他可以包含政策行人 他除了政策車輛之外 行人可以政策到 所以就像是我們的AEB那樣子 自動煞停 對 那我還有一個東西 我很喜歡他的安全配備就是 他有前車駛離 他有提醒你的作用 這個真的是不 你想讓他有時候發呆 或是我們兩個在聊天 沒有注意到 我不能說我在滑手機啦 開車不能用手機 但是真免不了 以我自己來說 我免不了會放空 或在想事情 然後真的會 也許我在看旁邊的AEB之類的 欸不行啊 我沒有滑手機應該都可以啦 所以就是你難免會有點忽略這樣 對 忽略到前車已經走了 結果他會提醒你 欸前車走了喔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因為他現在沒有想到 他有基礎之外 他還多給你更多 那我現在幫大家試了一下 他的現在所謂的Level 2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方向盤的 右手邊的地方 他有一些按鍵 那有看到有個 像防護罩的這個按鍵啊 你就這樣稍微按久一點點 好你看 他自己殺 他自己殺 遠遠的喔 他自己殺 然後我剛剛 很柔順 對 他煞車那一唱 他不會瞬間把你下去 讓你裝點頭 對 他是ZINGLE 他竟然配上了 是知名大廠BOSH 他是BOSH的系統耶 現在有好多像 就是像歐系的 很多那個豪華品牌 他其實也是用BOSH的系統 只是說各家調校不同 對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設定 真的很方便 我們剛才講說 他有那個防護罩嘛 就是把他按下去之後呢 他就開始 一鍵啟動啊 是 儀表板上面你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一台車車 然後他就開始會有一個白色的 就是有一個像時速的那個格子出現 對 然後你再按一個SET SET之後呢 他就啟動一個 綠色的就表示他可以啟動 30 然後你往上按的話 他是每5公里 你看有每5公里 他就跳一格 對 那我就設定 比如說我載50 那距離的話就從這裡按 從這裡按 我要4格 3格 2格 1格 距離前車的距離 我可以拉遠一點 也可以拉近一點 看個人的需求 甚至於他還有交通 庸塞的輔助系統 沒錯 對 所以這部分就讓他去達成 更完整的所謂的 全數與ACC的一個狀況 一個功能 這個好棒喔 因為你判讀很方便 現在是全數位的儀表 所以你看到你的伴奏輔助駕駛 啟動的時候 他是在主手邊的地方 讓你看得到 你車到偏離了 你也可以從上面可以看得到 沒錯 那至於大家覺得說 哇 全器世代的Zinger 真的進展很多 而且他配上了標準的Level 2 而且還是BUSH的系統 是 那大家對於這種Level 2 他帶來的好處 甚至於覺得他的分級 可能會有一些搞不太清楚 對 那我們進棚內 請坤仁哥來告訴大家 冠儀啊 現在我覺得像Level 2 大家消費者 進去展現一定會 有沒有Level 2 有沒有車到G中 有沒有ACC 我覺得這個變成 這種配備變成現在是 車市裡面的一個顯學 消費者很會在 他很懂得要去要求這些 那其實我們講一下 什麼叫Level 1 Level 2這樣子 簡單來講一下 Level 他就是從Level 0到Level 5 總共有略個等級 Level 0當然就是沒有電子 任何電子輔助配備的叫Level 0 那大概以前就是 像我們以前早期的 比如說頂多車上有定速器 這樣子 有沒有對 那現在Level 1 Level 1就是他有一個 比較有一個 或多個一個電子的配件 來幫你輔助 他會幫你加油 會幫你踩油門 會幫你踩煞車 那這就是可能ACC 或FCM 這樣子的東西 這叫定義在Level 1 那現在市面上最常見的 就是Level 2這個等級 Level 2這個等級就是 除了有ACC之外 他還可以幫你的車 維持在車道G1中 這個現在是消費者 最常會去問的 所以其實你大家常常會覺得說 Level 有LOKA 就是車道維持就是Level 2 其實是不對的 前提是你一定要有ACC的 作動前提 然後再來有LOKA 這樣才是Level 2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配套 那Level 3 Level 4 我們大家知道開Level 2 有個建議就是我大概方向盤 當然你稍微要輕輕扶的方向盤 你稍微封手的話大概10秒 10幾秒 你就要再 它會再提醒你握住方向盤 那這個Level 3 它就會讓你在 久一點的時間 那可能 Level 4 Level 4它是高度的自動化 什麼叫高度的自動化 就是它可以可能在高速公路 或是比較平順的一個車流 或是它有標準的一個道路的一個路標 它可以去判別 或是說它兩邊的明顯的那個標準 它都可以明顯的判別 它就可以幫你高度的自動化 而且比較長時間的來幫你自動駕駛 那Level 4跟Level 5的區別是Level 4 它還有什麼 還有方向盤 還有那個油門踏板 還有煞車踏板 Level 5是幾乎都沒有了 所以它是這樣來分等級 那我們講回來 ZINGER 我們說大家講說 這個ZINGER現在我覺得它全線的ZINGER 它搭又多載了這個ADAS Level 2 Level 2這樣一個配備 剛才羅哥有講到 因為它配備這個零件 它這個配件是來自於什麼 Bosch這個大廠 對 Bosch我們以往接觸過的經驗是 第一個大品牌 然後我覺得它耐用度也很好 穩定性也高 對穩定性也高 然後精緻度都很 各方面都很不錯 那我實際上開過LINKER這部 我覺得它在高速公路上 尤其這個Level 2 尤其它有什麼 它有所謂的全速域的 類似全速域的幫你自動駕駛幅度 因為它有TGA TGA就是大概慢速的時候 有沒有 它會幫你自動跟著前車去做設定 來跟著它 那我覺得這個Level ZINGER的Level 2 我覺得它很方便 尤其在高速公路塞車的時候 它塞車的時候 那你覺得我覺得它真的可以幫你分優解了 或是高速公路你平平順順的時候 不管是順暢的開或是塞車的開 這套Level 2 我覺得它真的作動第一個很精細 而且很聰明 該煞車就幫你煞車 而且它可以有四段的跟前車距離可以去保持 所以我覺得一路用下 我覺得難怪現在消費者都會認為說 我一定要Level 2 車道 居中 AZ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真的在你長途價值 它真的確實可以幫你分優解了 ZINGER